当然现在军事上的价值不大 现在咱们是现代战争 都无人籍信息时代了 这个屁刺杀没用 没用归没用 他对锻炼身体 他对体育他 这个好的体育项目 咱们现在部队不还保留这个吗 就是为了这个训练人 刺刀剑红的这种精神 对吧 但是这个就作为成熟体育 除此之外 咱们中国其实没有成熟的 中央国术馆去看当年的资料 练来练去 不是刺杀就是剑刀 要不就是机械 没有 没有咱不丢人你知道吗 因为咱们满清那个时候 就冷兵器时代的时候 那个很多东西都已经丢了 所以你要么现在你去考古 可以考古 那是考古 就像那个欧洲的HMA 考古 你要么就新创也可以 那新创你得有理由啊 你是什么技术 你是什么东西是吧 你怎么新创是吧 对对对 对吧 你不是说不可以 就咱们现在就这个 比如说这个说兵机 你模拟哪种兵器你得搞清楚 我现在拿着个木刀 足剑或者安全棍 这都没问题 但是你模拟的是啥呢 是刀 是一面有刃的 还是两面有刃的 多厚的刀 前关后王还是什么 砍的时候重心在哪 这会直接影响他的技术 对 是 那么这些东西我们都现在都非常模糊 还有一个就是我说句实话 咱们现在啊 脚踏实地 脚踏实地 就是功夫这个东西 你现在练什么样的格斗 你能绕开拳击吗 绕不开 而且我们现在有必要中国自己专门研究一套中国拳击 有必要吗 没有必要 就像 这个不会像这个芯片一样 人家卡你脖子 这个不会卡你脖子 国际上都通用的训练东西 对 对不对 你已经有了 你干嘛不用呢 在这个我觉得有些民族这种什么这种 官没必要 这个全体是人全人类的运动 全法 那么好了 基建现在是不是全人类的运动 基建现在不属于哪个国家 对 咱们中国基建队牛逼啊 每年在国际上拿强很多 而且现在咱们 其实老百姓 就练基建的孩子也不少 对对 是 上海就有很多那个基建的举论 对 好东西 为什么 实际上我一直跟你讲 对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基建的非常很多的有效的训练办法 它是可以借建的 对 没错 那建道也是一样 那所以我们现在搞兵器 第一你要把这两个先研究透吧 人家有什么 你去弄人家没有的 你别弄人家也有的 举个例子 单手兵器 基建有重建 花建 配建 对吧 重建全身部位 花建 特定部位 配建是可以劈砍的 都把你该有的规则都涵盖透了 你现在也拿个 这个东西 你也跟人对答 你告诉我你跟基建区别在哪 你们的技术会不会重合 是 那么如果重合的话 人家为什么要看你这个比赛 而不看基建比赛的配建比赛呢 或者说一个在配建比赛里面训练有素的国际选手 他要来玩你这个 是不是稍加训练就能碾压你呢 那那个时候你这个运动的价值在哪 一个拳击运动员 他不能稍加训练就来参加我们的散打比赛 因为散打有散大的技战术和规则 哪怕是一个踢拳运动员 K1的 他跑来参加我们散打比赛 他不行 因为散打里还有跌摔 他不习惯 是吧 这个咱们可以说 但是你搞个中国踢拳就没必要了 对不对 所以我为什么说枪棍这个东西 在全世界现在实际上还没有成熟的比赛 因为没有 而且又是咱们中国的一个传统 枪棍咱们中国传统部出这么重视 那么是不是现在可以搞一个比赛 搞一个这个东西出来 这是有价值的 没错 不是因为咱们牛 不是因为咱们中国人多聪明 是因为这个东西现在是断档 这个断档不是中国断档 是人类断档 第二个我还要说的是 枪棍不是中国人特有的传统武术 我们眼睛要看得宽 凡是人类狩猎都要用到长毛 新石旧石器时代的时候 最早的石器是什么 石毛 就拿个树枝 弄个石头 削削尖 拿个绳子捆上 就这玩意儿 现在非洲土人也用这玩意儿狩猎 所以枪是全人类的兵器 既然是全人类的兵器 用了都近万年了 那么这个枪法 所谓的这个技术 难道只有中国人掌握 其他人都傻的 我认为 肯定是有共性的 对 生物的本能 求生的本能 所以枪是人类最重要的一个冷兵器 既然现在全世界还没有成型的比赛 我们可以去研究他疼下